其實這場比賽一開始下場就做了非常堅堅的準備 那對手其實也給我們非常大的壓力 然後在打到第三局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人其實都已經停了有點下降 但真的是很感謝就是現場所有人的加油聲 以及在螢幕後面為我們加油的大家 然後還有搭檔的一直給我很正向的鼓勵 還有後面教練一直告訴我要相信自己 所以真的很開心能拿到這位這面金牌 楊呢 這位金牌吧 結果其實像騎琴講的 其實第三局我們其實感覺有點累了 然後體能有點下滑 那時候我們真的很感謝現場所有觀眾跟支持生 然後在螢幕後面的所有人 因為他們的鼓勵我們才可以繼續在場上堅持 然後很感謝幕後團隊可以幫助我們 每天的恢復跟一些行程的安排 讓我們可以在最好的狀態去拼搏比賽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像真的 因為我打完之後要退役嘛 對我來講象徵 羽毛球帶給我很多美好 讓我認識了大家 讓我認識很多貴人美好的人 我那個舉動希望可以跟他好好的吻變 因為上一次在東京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有預設我們會拿到那面牌 然後其實有點處於萌萌東東的狀態 直接一直撒笑 對 直接一直撒笑說好扯喔 但這一次因為這三年來我們經歷也真的非常多 就是起起伏伏然後也經歷了許多質疑聲 那中間的過程就是我們兩個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 所以能再次贊上頒獎台 然後又可以讓國奇哥在會場去做播放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那一刻真的是有哽咽 整個過程一開始是 剛想起來的時候講說我們真的做到了 然後一開始真的是感動的快哭了 然後後來有一種感動到哭了之後變笑 我們兩個又完成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不容易吧 因為畢竟這麼難得的事情對我們來講是真的 就像騎琳講我們很多辛苦面 不多人看到 那當然很感謝大家看到我們好的那一面 那我們也希望說把我們好的那一面給大家看就好 那辛苦的由我們來承擔就好 謝謝大寶貝我下課了 謝謝大寶貝我下課了 他還沒有下課 他還沒下課 因為我們有可能會有年終賽 所以應該會有年終賽 所以我們還有一戰年終賽 還有台北公開賽跟年終賽 真的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不管我們之前就是 表現得如何 但很開心能把大家的心 團聚在一起 然後也很開心能拿下正面牌 然後為台灣爭光拿下第一面金牌 那希望後續還有很多運動員還有比賽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給他們支持 然後我們一起創造更好的成績 很感謝我們成為體育選手吧 因為體育可以讓大家凝聚在一起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真的是很感動 然後也希望可以大家把專注力 關注度往後續的比賽繼續看下去 你要互咬什麼 互咬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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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谢观看